HELLO 歡迎大家收看東周投資會 HELLO 比比 HELLO 大家好 好 那就還是隨你介紹一下 今集就有溫潔和我們聊天 是不是那個TITLE的改道呢 即是光大新同基財富管理策略師 我本身 應該是改了做光大證券國際的 OK 光大證券國際財富管理策略師溫潔 和大家聊天 就解答大家的問題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問我們的問題 就會和比比去轉達 看回今天的市 今天的市是修補24,218點 跌了165點 今天我想大家其中一個焦點所在 因為上個星期五 澳門政府就公佈博彩法的修正細節 譬如當中建議定名賭牌 批給量數量最多6個 明文禁止轉批給 即是不可以有副牌 所以之後就接著上個星期五的聲勢 今天又再逆市升 益金沙就成為最強的藍籌 所以大家都最關心就是豪島谷 有沒有望修復失地呢 這個時候還不能入市呢 讓比比解構一下吧 我首先說了這次45天的諮詢期完結了之後的結論 坦白說比預期是溫和了很多 因為之前大家擔心 由最初的三副大牌、三副副牌、小牌 不知道會變成多少個牌 大家會擔心如果真的不是六個牌的話 會不會有些營運商是沒有牌 正常推斷的話應該都是一些外資 所以你看到之前來計 金沙是跌得特別強的 反過來既然現在是六個牌 雖然它沒有明文規定 給回現在的六個營運商 但你留意一下 因為營運限期是由之前縮短了去到10加3 如果現在才有新的營運商 基本上是它可以拿到之前一些營運商的資產 但都要一些時間去磨合、去管理等等 其實算回數就沒什麼數 所以我想現在這個判斷 應該就是那六家營運商會拿回牌子 所以很簡單 就是金沙由怕它沒有牌 變成現在不需要那麼擔心 升幅自然是厲害了 所以你看到上個星期五的時間 我沒有記錯了7% 今天來計算都升了比較多 下午時間134% 都兩成了 這個我想是可以理解的 第二就是之前擔心 可能是一些澳門政府派人進去 現在就不是 只是常務董事 是澳門人10%加到15% 這件事完全不難 第三就是派息 不用問過政府了 是重要大事才諮詢你 所以派息 找人進來和牌照都沒問題的話 你都可以預計到一定會升 等於是升多升少 結果來計算 相對來說 跟我們的預期是接近 銀譽來說 就可能升27% 不是27% 升這個 說錯了 是升7% 好了 到了1928 就是升14% 就是說整個板塊都是升 但是外資會升多些 好了 回答你問題 升就升了 接下來會不會還有很大的上升空間 我擔心未必有 當然我聽到很多市場論調 不是啊 如果之前沒計算過 其實它在9月中的時間 有個裂口跌下來 那個裂口位 其實說的是大概是 這一個是 二十幾元的 正常地 它升上去二十五六元 都正常了 不過去看一看你 其實如果計算低位的話 在這個8月底的時間 有另外一個低位 所以如果你用今早的高位去比較的話 都保得七七八八的 第二 如果你三個禮拜前 四個禮拜前問我 我會說 其實這個 豪土股 有三個不利因素 逐排是其中之一 現在是淡化了 但是第二和第三呢 第二是說的是什麼時候通關了 你疫情現在內地和香港 都似乎有點惡化 那你如果是不能夠通關的話 那你的博彩收入 就很難重回正軌 這是第二個副面因素 未解決 第三 知道就是泰玉城 國際出了市之後 其實一些的中藝業務 已經是接近冰封 那來自VIP業務的收入 過去的兩三年 大概佔兩三成左右 這部分呢 我想都很大的影響性 所以我自己覺得 今天大元上來 其實我想短期差不多了 要再大幅度上升 我自己覺得有些困難 所以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剛好之前低位賣了 現在突然間明朗化 兩天淡了20% 可能可以考慮鎖定部分的利潤 但是反過來 如果你說我之前高位賣了 那你問一問自己 以三個月六個月疫情退卻 薄彩收入回升的話 那應該那些紅島股 是再有上升空間的 但是很短期一兩個星期 我想可能都需要時間 消化這兩個星幅 所以你問自己 如果想著很短線 走得就走 那這兩個星幅 幫你減少虧損 但是你說不是 我都是由始至終 都是駁它可以重新開關 然後這些紅島股賺很多錢 那這件事是延遲了的 那唯有就要再坐一會 等這件事出現的時間 才會有另一輪的聲勢 所以其實如果現在有 本身持有可能是等著回家鄉 現在打彈上來的時候 是不是現在應該先放一放感一點呢 如果是短線我傾向是 那當然了 你今天都收了線了 你可以多看一兩天 因為你看到今天 雖然需要你 例如我用一個金沙 其實高位做過22.4 但是收回21元 在這個陰陽足的情況下 其實就不是很帥的 甚至乎是收市的時間 就是收緊的 要留意其實在11月25日 其實收市就收21.5元 其實是連11月24日 那個高位都是收復不到的 所以走勢上似乎 可能要休息一休息 而且最重要的是 大市這兩天都軟軟地 如果大市是很暢和的話 那你博一下大務 就繼續推多兩轉下去 就是純粹推周 但是大市似乎都有點暢 可能要小心一點 我也是一句 如果你看長線 那你就等同通關 但如果你說 我又不是等通關的 那這個時間 那看這一兩天 可不可以試高一點 但是我傾向 可能都要減減榜 令到自己輕裝上陣的時候 第一 現在這麼多東西便宜 有很多東西買的 第二 就算如果短期有些波動的話 你都不會錯失了 這兩天回升兩成的一個 叫做減榜的契機 嗯 那剛剛說到 這陣子這麼多貨便宜 可以有很多入貨選擇 不如推介一下 一些什麼 近期你覺得板塊 或者過股 你覺得是 真的抵賣了這一刻 那就可以去呢 好 每次有些新的 我重申回 如果用一個比較中長線 即是六個月 或以上 我們提出了七少鋒 即是我們七隻的選股 那七隻選股裡面 有些我想可以留意的 而是合價的 舉個例 因為有些都升了 譬如$308 我們那時候是說 可以$435買 現在$450 買到升了 1299 之前坐了一段時間的 就是$80買 那這兩天有些波動 都咬著$83.2收市 高位做過$85.3 我們都是有錢賺的 那相對上 我想就是$291 會是合價的 今天跌得多 因為見到就是 在疫情的反彈之下 一些的食品飲料 餐飲都是有些的沽壓 還有有大行政 大摩 都是下調了目標價 下調由$78 下調到$70左右 所以今天會比較多些沽壓 但現價上來說 其實用一個中線部署 我覺得這些價錢不是很貴的 可以分駐去買 不過唯一的問題就是 一說分駐大家就會吵 喂! 華英啤酒有十多萬 我怎麼分駐 每個投資只能做 自己能量 除了這個七小福之外 我們最近也有一些新的概念 就是一個 剛才說的就是中截長部署 你說短截中的話 我們最近就是講三個策略 第一就是高息 包括匯控我沒什麼說的 我承認 內銀我也有說 電信股也有說 收息ETF我也有說 近來來說 回報都很帥 特別是招行出了業績 快步 帥 我相信都預視著其他的內銀股 業績都是帥 所以這些內銀股可以繼續持續 第二就是國策股 包括最近有些波動的 是水泥 基建 甚至乎重型機械 升了 但有些回途 第三就是盈喜股 盈喜股其中一隻 就是我們的 新七小福 1799 本身叫15元買 接著就是調低到14元 14元15元都任你買 今天來的 好看 還有16.38元收市 如果朋友14元買 都升了兩個多 7分1 10%左右 可以的 另一隻就是2130 我覺得 捉回9元是可以想的 所以總統上來說 繼續留意著七小福 和剛才那三個策略 即是高息 國策和盈喜 未來還有很多公司出盈喜 希望華潤啤酒有份 那你就看看這七小福 和三大概念裡面 有些什麼股份 是適合我們 到我們買價 基本上就可以分散 分住去買 因為我經常都說 最重要是想想 買什麼 和哪個價位買 那買什麼 就是那幾個東西 到價就可以大家 慢慢部署 我看到已經有讀者 問了291 就是潤啤 讀者就問了 因為大摩調平的降級 看看現在是否還有一個直播空間 當然了 今天的走勢就噁心一點 而大摩的報告 我初步看了 就是可能疫情關係 再加上生產成本上升 所以就算它是推進中高端產品 而加價的話 可能都令到銷售額 沒有預期那麼多 但是第一 當然了 任何的大摩報告是12個月的 其實那個 和大家的投資期 未必那麼接近 可能大家不要說12個月 12個星期 都是3個月至6個月 所以有些不太相近 當然了 可以說的 其實它在看70元 和現價去看都可以的 我這樣想 其實圖表上去看的話 大概55元附近應該有支持的 如果你能夠是分駐買到華約的話 我想這些位置都可以先落第一駐 但你說不是 我本身只是想買十多萬貨 現在它一手已經十多萬了 的確可能需要等一等 所以我想每個投資者的情況不同 如果不看入場費的話 我覺得這些位置是可以想的 當然如果你說每一隻本身說58元 然後跌下來又搬龍門 那不用買了 我覺得暫時 大摩說的話 其實我們不是不知道的 只不過考慮到近期的走勢比較弱些 我會建議分駐去買 維持完結 58元以下都可以慢慢去捕捉的了 只不過短期又好像沒有什麼潛在的趨化 你買的可能都要拿回三個月 甚至乎是長一點 特別可能去到夏天的時間 當商品價格生產成本沒有加 而去到夏天的時間 又是新一輪的所謂的Hot Season的話 可能炒作會明顯一點 當然了 其實沒有病沒有痛 跟著大市 大市好一點的話 其實它都有機會上回比較高的水平 舉個例子 我不太貪 我就這麼說 12月底 其實都做過65元 如果現價去計算的話 都差不多有10% 所以你說10.8% 我覺得未必是這麼難做到的 只不過就是現在技術上 是一些緊要位置 但是我覺得這些位置可以考慮 好 接著有讀者問3309 最近配股來 帶股東減次來的 起碼眼科 今天收過5.6.6 今天又再跌了 跌了近7.8% 是 好 我上個星期也有提過 有些身亡的 當然你說配股的時間 還有價位 是不是需要在現在這個階段配 再加上就是很多利好的因素 包括通關 他是不通關的受累者 包括醫院 包括外康建的一些盈利 所以很小心沒有出現配股 所以說自自然而又遇上這兩天 這兩天的市場本身是有些回調 所以就會令到它跌勢有些加劇 我上個星期也說了 好坦白說 6.8% 因為我們本身是8元 6.8% 第一個位置 你想想你指不指 第二個位置 就是前低位6.4.5 也都貼近配股價 所以這兩個位置 如果你要指的話 你就要引刀成一塊決定斬 但反過來 當然我沒有估計到今天跌多了 如果你說真的沒有指導 唯有等它通關 唯有等它接下來出現的業績 可能是好過市場預期 才有炒作 但是你這些位置 還要大股東減持的話 一定是傷的 投資氣氛 所以就算我說看好的 都不會是一個星期一個月的事 只不過就是 如果你確訊 基本因素沒有特變 都是配股 的話 那你要不就抱著它 看三至六個月 我知道整個表現是比預期為差 但沒辦法 市況是不同了 所以只能夠就是 六個四六半和六個八 是兩個位置 讓你想想斬不斬 如果不斬的話 跌了這一層 我又不想在這個位置斬 所以最後決定答案給大家 記住 如果在市況又不是特別好的情況之下 風險管理是要做的 10%黃燈 15%紅燈 如果你覺得 不是我 我都能夠 我只是一手兩手 又不入獄的 沽了出來 我又深入不甘 又不知道買什麼 你決定長渣 那你就要拿到 你憧憬的利好因素 出現才可以 但是 我是失望的 沒有辦法 都只能夠幫大家跟進 還要說現在的策略是怎樣做 好嗎 剛剛我說了 這位讀者其實是問 未有貨的話 這個時候是否可以入貨呢 OK 好 我繼續等一等 因為你看到 本身一個重要的支持位 大概六個四半 六個半都穿了 而這兩天的抛售壓力 都比較大一點 很簡單 我買股票 基本因素為主 但我希望買它 是未來兩三個月 我可以預計多一些趨化劑 因為說真的 你說它跌很多 整個市場都跌很多 阿里騰訊都跌了五六七成 沙士股跌八至九成 所以跌得多 不是買入的一個唯一的因素 我希望有 第一 在技術上它先跌定了 我錢有限 這是很實際 當然你說 我做節目 那些錢是你們的 你買吧 不要緊 我不想這樣 現在技術走勢 似乎未見底 我傾向就是第一 我起碼可能預計到 有些趨化劑出現的時間 我才做一兩個月部署 又或者見到它形態上 有個見底的跡象 我寧願比起現價 五個六 我買季兩豪三豪 但我買得比較安心 所以我想這一隻 我們一向跟進 我會跟進 但我想現在這一刻來說 我先看低不動 好嗎 剛才也提過 也有很多東西買 我們第四季 一批 一隻就是2130 一隻是3309 2130當然可以 3309就不行 這一刻你問我 我就寧願等2130 出了盈期的股份 它回到九元邊 我買下去 似乎 勝算和心理壓力 會低過 我比較衝動地去撈底 當然你說 可能今天五個六豪六 就是見底 不知道 所以我傾向 未買的都要等一等 好嗎 接著就2333 即是長城汽車 因為讀者就26.9有貨 這個時候應該止蝕呢 好 我覺得還可以稍微等一等 基本上紫色我都說得清楚 如果有些 例如之前的六成服務 那不用想 整個情況不同了 一定要斬 最多你說 等它反彈兩天後才斬 這個是什麼時候斬的問題 一定要斬 但另一些 好像長城汽車那樣 我又要加分給你 即是有四個貨 不好意思 要麼你就定10-15% 做一個風險管理 斬了 它之後升與跌 不關你的事 但其實它基本因素 不是那麼差的 如果你肯駕駛長一點 我覺得它有機會回到比較高的水平 當然 真無量投利 你現在繼續駕駛它 它可能跌多一點 那你又要去做一個 就是它大發的時間 你可以享受得到 但是再跌 有這樣的風險 我精明地說 就是 汽車板塊理論上前景是不差的 不過 在新能源的電動車那部分 實在的生產成本是太誇張了 我想大部分的盈利都會被抹走 這個包括比亞迪 都是要小心和留心的概念 不要只看它賣多少輛車 留意它的一些所謂的生產成本 才能夠整個全面的照片 是可以留意到 但是我對長城就不是那麼淡 嗯 又是時候要加快的股份 下一個就是2.285全封紅股 今天就收了56元 還沒跌了1.4% 哪一隻 2.285全封紅股 那現價可否入呢 潛力又如何呢 嘩 你真厲害 那三隻新上市的股份 基本上我只有這隻沒有見過管理層 所以你問我雙方和盛樂 我都答到你 我沒有什麼研究 但是你看到同類型的公司 都是說最近都是跌的 我想的話 特別是現在叫半身股 要不就炒初段IPO炒 現在它上市之後 慢慢變成一個二手市場 其實說真的就像創科 創科最近跌的話 我又覺得如果要買同類型的話 我就寧願我想創科好一點 第二 如果它已經上市了個幾兩個星期 變成一隻叫做二手市場的股份的話 二手市場有很多東西選 我又未必會選它 所以總體上來說 我未必會 第一我不是算很熟悉它 我只是當它創科異勢而已 第二 我覺得作為二手市場的話 我很多東西選 我未必會選它 所以我傾向先觀望一下 然後914可以拿水泥 那現在又不能進入呢 我想低一點 因為其實我們之前說的 43、44元買的 跌到最低都真的很低 36元 我就說不要減著 上48、41元才走 所以有些朋友可能在前排來算 接近41、42元 欠1至2元 大概5%被它走了 好了 現價上 始終你看到形態上 就不是那麼英俊 曾經有兩人掃過上去 在1月11日做過高位43 很貼近我們買入價 但是這兩天又滾下去 似乎大家對信心都不足 當然了 今天來計 公佈的固定市場投資 其實是對版的 4.8還是4.9 對中場線是OK的 但是如果你說短線來說 我想要低一點 我起碼下去 大概38.5元 不算低 比起我以前那些幾個 我想我要38.5元 這些位置買下去 先看著42元 再上43、44元 那個的直播率好像高一點 如果你說現價40元 上面看43、44元 它回一回頭下去 試試37、38元 又不是很出奇 我覺得我要等低一點 大概38、38.5元 我才會想買回來的水泥 好 下一隻是6969 曾經炒得超誇張的 詩摩爾國際 今天就收補35.5元 原價可不可以進入? 兩個角度 第一我不喜歡詩摩爾 因為爺爺不喜歡的東西 我都不喜歡 所以當然很多不喜歡的東西 大家都知道 但我再提一次 電子煙 雖然加強管制 之前有一輪 大家覺得它會受惠者 就升了上去 但是詩摩爾也好 泡泡馬特也好 這些我覺得有政策風險 我都不想 不是很想碰 當然我們都知道 你看財務報表 來自中國的收益 就不是這麼多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想買 下到34、35元這些位置 可以買一下 但是第一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升 要開中線 第二 只能夠炒區間 它升也有個普 所以我只能夠對6969來說 就是低位 買完 它達完 就快閃 它的行業本身 在阿賢不喜歡的情況下 就不算是黃金賽道 所以買完 達完 閃 就這麼簡單 我比如読者問 2250 哦哦 即是今天上的得盈控股 哦 得得 哦 是的 得得我就不說 因為如果大家有看過招股書的話 其實封面裡面有我公司的名字 因為我公司做了 所以我就不能評論 不好意思 唯有大家去自己做決定 或者看其他人的評論 好 下一個就是6110拖帛 今天就收補7.58 那讀者就問是7.7有貨的 是 我建議你拿著 因為第一 現在7.7 現在7.58 基本上只差過兒 在我立場來說 如果沒有特別的事情 是不會做止蝕的動作 因為起碼 你就算很保守 你都8-10% 即8%是黃燈 10%是紅燈 如果幾百分都不容許它波動的話 我操縱點說 就像玩Pocker一樣 你真是輸死你 所以我覺得 當然你說 不是啊 他之前很金 那一次我都解釋過 是出十一月份 到十一月的第三個出貨量 那個我覺得不是很令人意外 現在價位上來說 在7.6、7.7 就是捉了底 我自己覺得2022年 那個出貨量應該有改善 雖然他作為一個叫七少豐 都是看全年 在2022年的 我覺得可以繼續炸 不過短期你說大事也好 或者本身板塊強勢股 你來也好 都是跌的話 我又不會哄你說 你今天拿一段 明天會大 但不像 但可能要三個月或以上 我覺得你買入價 應該有錢賺的 好 接著就1918用創中國 那見底沒有 六姐曼 今天就跌了5% 8.72 內房和物館都不攪 因為見底未 就算見底上升空間有多少 可能都是低位區間環境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但完 你又知道走不走 不走 他又跌下來 第一鎖著你資金 第二心理壓力大 剛才我們說了很多不同選擇 七小福也有 高息股、國策股、盈企股 加起來也有二、三十個股份 裡面應該有五、六、七個是合價的 除非你很進取 否則內房也不明知 我整體對內房來說 可能去到第二季下半年會看好些 接下來兩三個月 還有大量的內房債會到期 還不還到 真是不知道 哪一隻還到 哪一隻還不到 我都不知道 之前來計算 可能三千紅線會放寬 你都知道部分股份 升的不是升 是688 或者是109 所以你就算買的 都是買央企 財務部品好的 等它回落的時候買 你肯定買這些股份 我唯有賺你很夠薑 但我不夠薑 所以我是保守的 所以我不想去買這類型的內房住 好 2 1 3 8 2 4 健康 讀者10元有貨 驗為業績好像不錯 但最近跌了很多下 那應該怎麼做呢 今天就收補9.22 10元應該關我事 因為我們都有說過 他們之前來的12-13元 請期不要賣 但因為明顯地 現在看到一個商頂 13元 帶落到10元的話 我當時看 你彈1元 大陸11元很正常 也有10% 就算是行區間 但要留意 它是疫情的受累股 所以 第一 你真的開不了 你要知道 我的泰拳館 開不了 很多美容也不能做 內地也不能下 所以很簡單 最近的疫情 特別是Omicron 是部分人猜不到 擴散力這麼大 又或者猜不到 政府的措施力這麼辣 突然間 本來說 2月24才擴大 那個泰拳 突然間一反身 就說要停了 那它當然是跌了 所以我這樣想 都是那句 這個疫情維持多久 我真的不知道 如果是10-15% 你可以考慮做風險管理 即是拿了現金 看好再買 但是你問我的話 只要通關的話 不要說通關 可以做生意的話 股價一反身的話 回到家鄉 就不難的 所以如果是我自己 我可以拿著 但最後 不好意思 最後都要交給你自己做決定 2130 他們的粉絲聽你說入貨 9月3日有貨 我問上網有多少 如果我們有些事情 你猜中的話 我也要先賺自己 我們猜中了 真的會出猶起 但是股價的表現 就不如我預期 因為上到最高 都是做過9.8 連我10元10.5的目標 都不到 沒得應力了 現在滑下來 今天再升一些 做9.41 你賺得一毛錢 我都沒得說自己好 我想這樣 因為可能 它始終在過去來說 比較現在叫高位 而這一兩天 其實股市是下跌的 所以會弱化好消息 很簡單 握著它 我初步目標 10元至10.5元 你說 喂不是 肥胎 你現在盈企都出了 但是 都沒有升 那還憑什麼 第一 盈企是一個炒作 但是代表著 它真的賺到錢 代表它的質地好 那質地好的股票 我們應該拿的 對不對 第二 我主觀願望 你看回營起的公告 就說應該是 過年升45% 我總是覺得 最後出的數 應該比這條數 而且你肯拿到3月 它真的出最後的結果 第一 我覺得有機會 比45% 不知道 48、50 越多越好 這就是營起上的營起 第二 我覺得 喂 劉總 你們都 今年都賺這麼多 那 派息會疏爽些 我覺得派息會增加 既然營起 證明營運能力好 而又說 未來的業績 可能比預期更好 或者好一點 再加上派息 有機會令你 有些 它不是高息股 你不要以為它派10厘息 但是 派息會棄出望外 那怎麼算都應該拿 對吧 我經常都說 330也錯了 其實我有錯 但是 你最主要聽我的分析 你同不同意 而330 我覺得應該是拿 你沽了 我怕你買不回來 這個 所以我覺得 還有你也賺了一毛錢 不用怕 先拿著 好 稍微時間 簡單回應 還有一個問題 好 238廣氣集團 上網有多少 可以 不多 先回答你圖表上 圖表上 其實真的大概 八個半左右 已經有初步的阻力了 還有近來 他也跑贏了 長城汽車 還有吉仔 吉仔要約他約煲 所以我覺得 暫時來說 八個半 甚至乎一個小雙井 大概八個八 八個半至八個八 就會是很短期的阻力 不要說目標 因為都不是很多 或者是短期的阻力水平 好 今天時間差不多 感謝給你的解答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好 拜拜